日前香港立法会否决特首梁振英提出的就四川雅安地震捐款一亿港元的动议 这引起中共的不满 中共的喉舌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及香港媒体发表评论文章 指责港人的抗捐运动并将此事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 这引起民间极大的反感和国际舆论的关注 香港立法会议员黄玉民在会上指出 香港人抗捐是民意所向 那么他的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在网上疯传 被列新浪网视频排行的第一位 4月24号黄玉民在港府立法会 就四川救援资灾基金会咨询会上的发言 被大陆网民叫好 网民说这才是人民的议员 司长你有眼见的了 有意听到的了 五年前我落街筹款三日五十万 那时社门连成了没多久 我落街筹款站在西洋财街三日五十万 亲手送去香港红十字会 今时今日 你看一下香港红十字会三日收得了五百万 五年前三日收五千六百万 你那些人忙的吗 黄玉民指出 港人拒绝捐款的原因是因为不信任大陆贪官 过去的捐款都去向不明 很简单一个道理 就是不信任大陆贪官 现在连你都不信任大陆贵月娥 上次拿了九十亿去哪里 你说不是震灾基金 我就知道不是了 但是都是给他 建了学校建屋 去了哪里 只是看这份文件 说金肃历石楼金肃历石楼那笔钱 说要建一个社会福利园 在哪里 港业 将我们公团这么用 黄玉民直接指出 仪义是亲共港府向共产党表达效忠的 他还称呼港府是特共政府 湖北仪昌工程监理刘家才说 看到黄玉民的演讲 他申表赞成 你捐的越多 他们被他们贪的越多 我反对捐款 因为他所有的捐款的话 他没有一个账 他不透明 所有的开支他不透明 以前的话 地震的话 我还很热情的 最后的话 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香港《大公报》4月26号发表评论 指责香港人抗捐是反中央反民族 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 也发表批评性评论文章 题为少数港人抵制赈灾捐款 他们的理由站得住脚吗 刘家才表示 港人抗捐的理由很充分 首先 我捐的这个卡文 要知道用到哪里去呢 比方说重建项目 这个项目的数量又怎么样 比方说这个项目 我投资了2000万 盖了一栋学校 结果的话 它的数量的话 是豆腐炸工程 实际上的话 根本的话 它就不需要投入那么多钱 因为它偷工减料了 这一部分钱的话 比一些私老板的 个体老板的包装和官员的 政府官员的相互勾结 把这几钱吃了回扣了 山东某大学教师郭选方表示 他也看了黄玉民的演讲 他支持港人不捐款 他说 他自己也没捐 往年单位直接从工资里面扣 这一次改为自愿行为 因为他现在就是你捐的钱嘛 不是到了灾民手里上 就是攀官就是攀官 他吃了喝了瓢场那一块 灾区的灾民有一个实名 叫张敏帅的 他就是感谢全国人民的热心 他说不要捐钱 因为他们现在 他们领这个救灾物品 还要交100元的交通费 国权方表示 本来慈善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中国人经常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如果官府真正把每一分钱 都用到灾民身上 民众捐多少都没有怨言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评论说 公民无偿献血 被机构拿去卖给病人 建个中华脊髓库 问公民收取每次500元的检查费 病人想要得到骨髓 还要再交至少5万元 诸如此类的行为 亦在借机敛财 大发国难财 敬吞公民所捐善款 这才是真正的反中央 反国家 反民族